哦,再一次再一次 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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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黄国书,今天下午来到了台中市西区的热门景点美术园道 亲自举办了一场亲子泡泡趴 黄国书表示,为了促进美术园道的发展 增加民众的亲子关系 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和乐温暖 2020年11月22号下午4点开始 黄国书立委在台中市美术园道上举办的这一场泡泡趴 吸引了500多名民众参加 我们办过很多亲子活动 后来我们发现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吹泡泡的活动 特别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 他们每次碰到吹泡泡的活动 他们都好开心,都尖叫 那后来我们发现了 我们如果到社区去举办这样的活动 爸爸妈妈都会很开心 都会带着小朋友出来玩 在礼拜天的这一场欢乐活动当中 台中市公馆里长谢锡红也鼓励附近的李明 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参加开心泡泡派对 谢锡红里长表示 希望响应这样热闹的活动 让美术圆道商圈更加的发展 这次也感谢黄国书立委 大力的来办这个亲子泡泡活动 很多人你看 有上500人以上 这时长办的活动 这立元道就会活化起来 还要拜托立委 立法委员帮我们再建设 立委黄国书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加上现在的小朋友 平常都盯着电脑或者是手机萤幕 希望将来能够举办 类似这样的泡泡趴活动 让大人小孩一起走出户外 共享健康快乐的美好时光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你有报名了吗 有 我们在那一边 好 有一点 有 假设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